是在4月的28号 有一条项链是帮我姐姐代卖的 然后到他们家来咨询价格 然后最终成交价没有成交 然后呢 他们店员最后咨询了价格过后 就不让我走 说要给鉴定费 张女士说当初她陪姐姐在杭州凤起路上的 法国站奢侈品回收寄售店 买了这条二手的宝格力项链 花了15900元 最近她受姐姐委托 想把项链出手 为了能卖个好价钱 她又去了凤起路一带的二手奢侈品店 有一家店开价11500元 在去之前买项链的法国站 对方开出了11000元的价格 我说旁边有家店是给的11500 那你有没有的高 然后她开到了11800 然后我当时她这里出了11800 我就跟旁边那个店老板我就说了 那价格是11800 你那边还有没有的高 如果没的高的话我就卖这边了 然后那个店老板说 那价格肯定还是有的谈的 那会比你这边这个价格高 然后让我过去把东西带过去 然后我就准备走 我就跟店老板说 我说旁边还有高一点的价格 然后那个店老板就不让我走了 然后他就说 我也要给鉴定费 然后才可以让我走 张女士说法国站当时向她要鉴定费 最后她没给 把项链以12000元的价格卖给了隔壁那家店 但鉴定费的事她还是想问个明白 本来开门做生意就是要货币三家的 对不对 没有说是你看了一眼这个东西 我就要给你钱的 那我走的时候老板也骂人了 你骂顾客也是不对的 而且况且我还在你们家消费过的 就是他要给我道歉嘛 他姐姐那是跟我弟弟联系好的 然后是价格也谈好了 他姐姐说那就赚钱吧 然后他就说不卖 然后就不卖就算了 我们就说不收了嘛 店员表示他们没有骂过人 另外顾客正常估价出售是不收钱的 这次是因为都谈好价格要成交了 顾客又说不卖 他们才提到了鉴定费的事 而且最后也没收 店员还说鉴定服务也是店里 提供的一个收费项目 口头就是说口头告知 就是收100块 是不是 如果说出证书 就是中线证书是两到300块 对于店家的解释 张女士还是不认可 关于奢侈品回收是否有鉴定费一说 记者也咨询了其他同类型的店铺 如果没卖的话 我们一般是不收的 看那每家店不一样 他让他看了半天 然后卖给他很多同房 就会觉得你在调我时间嘛 对吧 鉴定本来就是本人个人能力嘛 如果你想称他的免费鉴定 或者是你就是抱着鉴定的心态来卖的 那本来有些同房就收不收 但我们家是不收的 像我们家的话 就是我给你报价 你能接受 那我就鉴定 鉴定如果是假的 你要付200鉴定费 如果是真的 那我们就按照说好的价格回收 他如果是来我这边回收的话 我是不收他鉴定费 但是他如果是过来鉴定的话 我们会让他拍一个9块9的链接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1215 2212 4215 4222 3215 5226 921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